一排排一栋栋沦为了控制房 没有人问,没有人看,更没有人买 这一栋栋的房子屹立在这里 可以说都是房奴的一生的本钱 全部都投入到了房地产市场 而给大部分房奴带来的更多的是伤害灾难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几十栋的巨大工程 可见房地产到底是我们的生活的幸福之路 还是我们的悲惨之路呢 就现在的这个社会来看 买房成了许多家庭的重要一体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的波动 我们不禁要重新审视这一传统的观念 未来十年甚至是二十年 房地产市场可能会经历巨大巨大的变革 让我们深入来看一看这个现象 中中呢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歧视 包括我们上过的党 十年之后你可能会发现房价不再像过去那样 一路飙升 这并非是空穴来风 而是基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种种迹象 随着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加大 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再过十年 或许用不上十年 五年 那些曾经为买房而背负沉重债务的人们 可能会陷入困境 他们可能会发现手中的房子已经不再是香伯伯 而是变成了难以出手的烫手山芋 当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 甚至是明明知道已经迈不出去了 还在派地不停的去建新房子 房子的价值自然会大大的折扣 而那些急于出手的人 可能会不得不接受低于心理预期的价格 说到房奴呢 我们要说在城市化之前 也就是01年之前是没有房奴的 那个时候的房价 与我们当年的工资也是相匹配的 有钱的人想买房就可以全款 没有钱的人攒钱 等到能买房子的时候再去买 大家都是按部就班寻寻渐进 按照按照自己口袋的能力去消费 自从有了房贷之后呢 我们开始超前消费 我们开始提前进入了预期的消费 那么就像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房屋 本身没有能力买房子 但是呢 房企房地产商银行各种金融机构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买得起房子 括号 其实他们想卖更多的房子赚取更多的利益 导致很多人呢 冲昏了头脑 一股脑的冲击了楼市 刚好呢 天宫作美 凑巧第一批买房人啊 也赶上了房地产的红利 赚到了不少的红利 大大的利润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而紧接着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接下来的很多批 相继的踏上了这边 向往红利的列车 直到今日 已经无法统计有多少房奴败在了楼市场 最终我们会发现 其实房地产最终最赚钱的 除了房地产商 对吧 投资商 再就是银行 银行在长远的赚着我们的利息 美其名曰呢 又是为我们降低买房门槛 而地产商呢 大家那就更不用说了 几千块 几百块一瓶的成本 盖完房子 卖到一万多 两万多 甚至是四万多 五万多 很多二三线城市 更不用说一千城市 十万元 连一个卫生间都买不到 老百姓就说连个厕所都买不到 但是你知道有多少家庭 根本就存不到十万 甚至根本就没见过十万元是什么样子的 这就是房贷 贷款买房子 背后的真相 你们感谢吗 最近上海的离婚都约满了 楼市新政之下 上海连离婚都需要抢名额了 尤其是浦东区 想要离婚 起码要提前预约半个多月才能排队 政策之前离婚后 夫妻任何一方想要买房 要追溯到离婚之前的总套数 而调整之后 不再追溯离婚之前的房子套数 也不做卸购了 房产中间拿这个消息 暗示着想买房的赶紧了 上海婚姻登记处也对外发布了信息 离婚登记爆满和房地产新政关系并不大 没有房地产新政之前 周末离婚也是圆满的 想结婚的结少了 想离婚的变多了 孩子变少了 老人越来越多 这种现象上海尤为突出 上海除了离婚约满 出生率也只有0.6 也就是每个成年女性平均只生0.6个孩子 几乎两个成年女性就有一个不生的 比韩国的出生率还低 按人口学的理论来说 一个地区总生育率要达到2.1 才能实现人口的平衡 现在真的是应了一句老话 拒绝房贷 拒绝车贷 也拒绝了下一代 我想很多人 怎么都没想到 现在的钱 居然是越来越值钱了 以前总是说 钱越来越贬值 越来越不值钱 存钱就是傻瓜 钱是会毛掉的 现在你看看 会毛了吗 钱之前了吧 咱不说别的 就说皇子 你看 像一般的中西部地区 回老家买一套 县城买套房 二十几万 三十万 顶天了 对不对 最好的皇子 四十万 最多了 是吧 给人家买一套 结婚用 对不对 车子十多万出头 好得不得了 一部车子 还是新能源的 反动的 对不对 财礼出个二十万左右 你算啊 皇子全款 侧子全款 财礼也不用借钱 这几样 加起来 最多七十几万 顶天了 不会超过八十万 把儿子这个分事 所有东西办好 八十万 你还能剩二十万在手里 养老钱 对不对 以前呢 买套皇的一两百万 一百万 是吧 现在呢 你看 各样东西都便宜 鸡蛋 三块多钱 一斤 牛肉二十多块钱 一斤 是吧 西瓜几毛钱 一斤 我们这边只有一块 一块多一斤 所以说 钱是越来越值钱 以前那些 相信钱贬值的人 大手大脚花钱的人 不存钱的人 现在傻眼了 懵逼了 现在看着这些东西 这么便宜 没钱买 因为他还欠债呢 是不是 已经消费习惯了 省 留不住钱 现在就是手里有钱了 有个几十万一百万的 那真的是笑死了 开心死了 现在儿子要快要结婚了 赶紧把皇子买了 车子买了 因为现在花最少的钱 买最值钱的东西 说不定过了往后 他会涨价呢 现在最便宜的时候 给他买了 家长置办齐了 儿子结婚也不用抽 所以说人啊 一定要存钱 一定要存钱 不要相信钱会贬值 钱贬值 他可能只是战事的 后面他说不定就值钱了 就增值了 那现在不就是这样子吗 以前说贬值 现在不是增值了 而且增值的非常多